他其實是在國際上去相對的去消滅中華民國的這個存在 中華民國在國際上消失的時候 他可不可以對外宣稱說 我們已經跟台灣的這邊從基層到潛淵手我們都談好 我們祖國隨時歡迎台灣回歸祖國的懷抱 他其實在佈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局 所以這種國際霸凌你要怎麼讓他去終止 很簡單 我今天推你一下 你沒有反抗 我覺得無所謂 我下次就踹你一下 你好像無所謂 我下次是不是就揍你一下 我會不會繼續加大我的霸凌力道 來自於你有沒有反抗 那所以台灣必須在這個時候展現出我們的態度 如果中共要對你國際霸凌 你今天 他今天國際霸凌你 你明天就把中華郵政改成台灣郵政 他今天國際霸凌你 你明天就列出一連串 台灣前十大跟中共交流的這種協會的名單 他今天霸凌你就把這些過去什麼白狼等等 中國交流的案子抓出來再辦一次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請問486 我們今天再一次邀請到一個非常帥氣 而且非常年輕的一個年輕人 這個人非常的厲害 他在台灣的政治史上 差點創下了一人毀一黨的這個紀錄 那就是激進黨高雄市議員 張柏洋 張議員 他是486先生 然後還有我們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差點一人毀 不是啦 這什麼開場 這到底什麼開場 富洋真的很恭喜你 我記得我們上次坐在這邊之前 你那時候還落淚也哽咽 心情起伏非常的大 時而歡笑 然後時而落淚 時而傷心 我先問你 你那時候跟你爸爸借的那個 幾萬塊 對不對 20萬保證 對 有還他了嗎 有還 那也有還 你有沒有給一點利息 沒有利息啊 沒有沒有利息 跟家人借貸的好處就是沒有利息的問題 那我問你喔 你這樣選上議員 那這個有沒有票數的什麼補助款 補助款有啊 就是一票三十塊 所以像我這次是一千 一萬四千八百七票 那就乘以三十 幾十萬的這個 對 但因為就是我們激進的選舉很特別 也就是說黨先拿一部分的錢給每一位候選人 讓你們在前期的時候 你也當走儲 你也當掐走利 你也當付薪稅 可是你上次不是講說只是給一點點嗎 七十五萬啦 七十五萬 欸那也不少欸 七十五萬前期啊 如果跟大黨他們選一次局一千兩千萬來講 我們七十五萬是真的很少 可是對我們來說就是如果是租房子跟助理 然後我們自己吃飯要用的話 其實還OK 那但是這個相對的就是說 我們拿到選舉補助款的時候 這個補助款就是回饋給黨 讓他們可以就是大家互相 有點像是一個周轉的概念 是是 不要回家的概念 哈哈哈哈 不要回家 是啊 那我們是主張說 選舉不是為了讓你去賺錢的 所以當然你在拿到補助款的時候 就是要還給這個黨部來說使用 但是還是有人覺得選舉就是出來賺錢啊 確實是有這樣子的人 有沒有 之前那個高雄最厲害的那個啊 你是說韓先生啊 對不對 後來那個選上高雄市長 哇他那個補助款市長加總統不得了 是啊 我也沒聽說他有回饋什麼國民黨對不對 或是把這個錢拿出來幹嗎 但是我去查那個數字 跟他實際上拿到的錢還是有落差 我真的是想要跟他講就是說 如果你對活友宜看不順眼 然後對朱立倫覺得看太多了 不然你就考慮韓國瑜 對啊 至少韓國瑜他很真誠 我前幾天看到一個影片 因為那個影片很模糊 不曉得是不是真的他本人啊 可能就是一個頭髮就幾乎沒有的人 然後用額頭這樣轉 把那個一個瓶蓋有沒有 轉開是不是 對這樣轉開耶 我就覺得好厲害好妙喔 他都可以跪著走路了 我覺得那個如果真的是本人 我也不會太意外 是啊 那你現在你身份不一樣的喔 你現在是議員 老師議員 對那議員 那你有沒有覺得就是說 跟你之前想像的議員工作 有不太一樣 或有什麼落差的地方啊 責任比較重啦 就是說以前我們在 我們以前沒有在體制外 還沒有進到裡面去 就幹辣啊 只問什麼幹辣而已 反正我覺得不對我就說了 可是你進去之後 你要考慮一件事就是說 你也覺得我也知道這件事不對 可是我們身為議員 我們有沒有方法去把它解決掉 這個才是負責任的做法 你不能說你進到議員 你已經領人民的納稅錢 你在制度內 你要調資料有資料 你要請局處幫忙也可以幫忙 可是你沒道理說 你只會出一張嘴 這是不行 所以就是會有一個責任 我會覺得那個 責任扛在肩膀上 就是你真的是要來解決 大家所遇到的一個問題啊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之前進來前 都會覺得說 議員嘛 應該是處理制度面上的問題 就是說你地方的方向 其實某些程度 這些人為什麼需要你的服務 是因為制度不足 所以你應該是去改善制度 而你進來之後就發現 其實民眾對議員的期待 有時候還是很非常日常周邊的 這個柴米油鹽醬粗茶 然後所以我就會發現說 哇好像跟我想的有點不太一樣 大部分的時間還是會花在地方上的這個 選民服務啊 跑託啊 跑託啊 人進小書啊 選民服務啊等等 或者是跟民眾幹話這些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這個我會比較希望多放一些心力在議會 跟這個議題上面 但是我們這個台灣的選舉 實在講 當然我也不是很懂 我只是可能就是每次選舉 有幫大家稍微邀請 喊一下 對我也不是很懂 但感覺上 跑託啊 紅白鐵啦 這種東西好像也是 比較沒辦法 免不了 可是我跟我們同選區 或者是我們高雄市其他議員 比起來講我算比較少的 就是說我跟我的助理講 我們是不主動跑紅白鐵 就是人家有來給 里長有報給你 那當然這個基於對里長的尊重 也感謝他幫忙嘛 那加上里長報的也是我們選民啊 那我們就會去 可是我就不會像 有些比較在地的議員 那種做一兩三四屆那種 他們是直接請一個助理 每天就在民意管理 那裡糟糕 然後看哪邊有 他就直接去這樣子 我就會覺得說 我不應該把人民的納稅錢 花在讓助理做這種事 我覺得如果我的助理 他是公費助理 他就應該要去做一些 比較真的能夠改變 城市的發展跟樣貌 有理想哦 對不對 但很多人好像就是這樣 就只選了一屆 對我跟你說 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我一選上的時候 就有前輩 就是議會的前輩就跟我說 薇洋啊 你不要花太多時間在議會 那個誰誰誰 對 就是他這樣講 他應該說 他其實不是說真的 因為那個也是蠻資深的前輩 然後其實說問政也很認真 他就跟我說 我這樣跟你講 不是叫你上班都偷懶 而是你要知道 裡面沒有票 票在外面 但是裡面要不要做 那個取決於你自己 你認為裡面重要 你就把它做好 但是你要知道票在外面 所以你說開會的時候 為什麼議會裡面 基本上每次來開會的議員 我們臨時會開兩次了嗎 10天10天兩個臨時會 每天坐在裡面 人手不超過10個人 高雄市議員是65席 簽到步65個簽滿 可是真的坐在裡面不超過 不超過10個人15個人 這樣其實很少 對 大部分議員 其實你說他們在偷懶嗎 他們也不是真的在偷懶 是因為選區真的有很多雜事 必須要親自去處理 所以他們就沒有辦法專心 在議會裡面開會 可是大家如果沒有辦法專心 在議會裡面開會 當然議會就很容易去決定出一些 你看到很奇怪的政策方向 甚至是局處有一些奇怪的 錢花在一些不該花的地方的時候 你想說 為什麼議會沒有把關 議會真的沒有辦法把關 因為議員都在忙地方 對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環境是不合理 欸柏洋 你今天這一集錄完之後 我很擔心你的人生安全 會不會被公幹 不會啦 很多人老幹幹幹 公幹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是這樣尊重 就是說你要想一件事就是 你把這個不能說的秘密都抖出來了 這個其實 出身之虎喔 真的是喔 沒有我覺得是真的尊重大家的選擇 因為你要知道說議員是怎麼 有議員是專門在服務的 有些議員專門在做議題 做服務的議員一定有他的選民 支持他這一套 所以他有他的脈絡 所以我就說那個是一個自由的選擇 你可以選擇要做怎麼樣的議員 但是我不會說我這樣做你那樣很不好 我不要 就是我會攻擊你 我倒覺得也是尊重 因為他有他的選民需求 嗯 對啊 你現在 從你現在是一個議員 你在監督的角色喔 那你來看現在高雄市政府 對 從市長到各局處的首長 你覺得他們給你感覺 你覺得怎麼樣啊 告訴大家聽說 最近不是在討論什麼盧秀燕嗎 然後討論這個就是 首長或討論侯友 其實你知道為什麼 大家每次新聞上出事 大家都怪首長 就第一個追究的首長 因為首長的態度 真的會影響到底下局處長的態度 真的 那因為陳其邁真的是一個很 很恐怖的人 會被賣粉公幹 他真的是一個非常 個性很擠 然後他要做的事情 他會一直盯一直盯一直盯 那所以其實高雄市的 我認為目前接觸下來 局處長其實都蠻認真 有時候你跟他們講 有時候我真的只是吃飯當中 無心的跟局長提到說 我們那個捷運工程周邊啊 可能有這個侵犯到民地 或有民眾來跟我們抱怨 什麼工程太吵什麼的 隔天 有時候甚至沒有隔天 副局長等級的打電話來說 議員剛剛局長有交代 你剛剛吃飯的時候 講了什麼東西 我們這邊要注意 其實是蠻認真的 所以我們自己議員也會 因為我們新科嘛 其實局處長都比我們資深 所以我自己在監督的時候 我自己也是壓力蠻大的 我也覺得說 那都比我們比較專業的 我們要跟他們問的時候 我們自己就不能問 一些白癡問題 所以功課就會很 要做得很足 所以我之前聽說 有些比較資深的議員 他在議會的這個質詢 他是自己一個人處理 那像我沒有辦法 我就是我們團隊 至少三到四個人 在處理我們的質詢內容 我們就會把這個比重拉得比較高 那也是因為說 我們剛進去 民眾對我們期待很高 我們不可以說第一回期 這孫後 一輪質詢完 民眾覺得 你說那 別人說過了 那也沒什麼 我覺得這個我就會特別注重 質詢的品質跟內容 還有方向 像你們高雄議會 還有像黃傑嘛 對不對 也是蠻年輕的這個夥伴 算起來 你也要叫他學姊了 對 你要第二任 他作業正好在我隔壁 哎唷 老師欸 等一下 打他 我要代替所有的男性選民 男性選民 凹打他 張某一張 一個假假 不是 這是有原因的 我原本 我原本座位抽到什麼位置 你知道 我被國民黨議員就是包圍 我在一個口字 然後我在擠正中間 我在國民黨梅花座 我就剛好看到另外一個國民黨議員 剛好坐黃傑隔壁 然後我就跟他說 就是議員 還是我們換個位置 所以我們就換過來 不然我那個位置 其實周邊 不太有人上班 原本那個位置 對 我現在坐他 至少 我坐黃傑旁邊 那我後面是邱俊仙議員 左後方是鄭夢如議員 其實我們都算是議會比較年輕的 所以 我每次在開會 聽不太懂 我就是 學長 學姊 現在在說什麼 屁啦 一直狗黃傑喔 你這一炸 這個動畫太大了 40年前 40年前 我就常這樣做了 那同學 同學 剛剛老師講這題 這怎麼解啊 這個教一下 對啊 就帶錢 先橡皮薩借一下 沒有啦 那個待會製作人提醒我 要趕快傳訊息 跟黃傑講一下 小心這個人 真的是 現在才剛選上 就也必須要去想說 下一任啊 這個東西 一些步調 一些選舉什麼 我分兩個階段 不能搞砸 對不對 我分兩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因為 明年的一月份是 總統大選家立委選舉 還有一個大家很常忽略 就是政黨票 那對我來講 因為我現在除了議員之外 我又很 很該死了 身兼高雄黨部主委 哎呀 升官了喔 主委好 沒錢 沒薪水 那個只有責任沒有薪水 我們的薪水還要回腳 去養黨部的那個 所以 就是對我來講 就是我的責任除了議會這邊要顧好 我們選民的福利要顧好之外 第三個就是政黨票 我們南部這邊 那因為基進這次就 唯一當 唯二當選兩席 高雄跟台南 所以我們就是有一個高雄跟台南的 南部聯合陣線 那這個陣線就是 會把屏東跟嘉義的夥伴一起納進來 然後去思考 我們南部整個政黨票要怎麼打 因為其實政黨票的時候 南北氛圍會不太一樣 像北部之前草論文 南部根本不在乎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南部就要有南部的 你的意思也說南部根本不讀書 論文 那個離我們太遙遠了 我們就會有南部自己的作戰模式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就把它分成一年 明年一月份之前 我們除了議會的監督之外 我們當然也必須要在政黨票上面有所突破 所以你要把議會的監督 當成我們在南部的戰功 來跟選民爭取認同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其實在那個2024你們的立委 你們不會缺席喔 立委不會缺席 立委是一定不會缺席 所以我們目前確定就是 是新代 吳醫師 所以新代是確定一定會來挑戰高嘉瑜嗎 呃 不要講 當然不是挑戰 是為了他個人 而是真的是激進第一個 激進的確需要有更多的立委歧視 讓我們在立院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那第二 確實高嘉瑜的所作所為 這很多綠營的朋友 是對於他不認同 不要這樣啊 你要前幾天腳受傷啊 新北發生了一件大事情 119電話打不通 打不通 弄一個晚上 打個02什麼鬼 那什麼鬼啊 那誰知道啊 誰知道那幾號啊 這個很誇張耶 就是119 110 這種東西是救命的東西耶 對啊 你119你這樣一個議員 雖然說你現在是 在高雄當議員 在建築那個人 但是一樣嘛 反正都是 都是這個 人民的事情 你這樣看 你覺得這個雙北 這個侯友宜 這敢不太狠嗎 我講 我講個小故事 你知道去 南部是不是近幾年 因為可能氣候變遷 南部都缺水問題 真的 你知道陳其邁多可怕嗎 他是半夜打給水利局長 然後拿筆在那邊算 每一口井 每一口井 我們今年新著多少井有多少量 有多少噸的量 然後 過去的井有多少量 今年的雨量多少 然後在那邊算 半夜打給局長跟他說 我這樣算 我覺得我們今年各年各愛 多著幾口井 就是 你知道沒有市長會去幹這種 很 因為他覺得這件事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對 那大家新聞上也有看過嘛 就高雄只要是衛生局醫生相關的單位 在疫情期間都會在半夜接到他的電話 然後講說我們疫苗的施打狀況 什麼什麼的 對所以其實他真的是一個非常 就是他的形式風格 會讓我們高雄市政府的效率會整個往上 所以你說那個半夜 確實我們高雄也有可能會發生什麼 119或110這種半夜可能不會通的狀況 可是 我覺得那個處理方式就是一定會不一樣 你說侯友宜 侯友宜現在就是沒心啊 他現在就是在等著要選總統嘛 所以人家說他 說什麼好喝這事 我都跟別人說 沒有啦他不是好喝這事 他是好喝啊在等朱立倫出事 因為朱立倫只要出事之後 接下來就是侯友宜的那個機會 這三台廚師機看起來都一樣 但是只有這台是最新第五代 日廚師19公升 還有紫外線消毒燈 竟然還可以當空氣精英機使用 趕快趕486團購 最近我覺得國民黨也蠻有趣的 這個聲量網路聲量也蠻大 也佔盡版面嘛 大頭姑娘許曉鑫嘛 對不對 以及那個廢洪泰 廢老先生嘛 沒錯 兩個人 哇那人在吵 他們到底在吵什麼啊 講真的我是真的不知道他們在吵什麼 幾個部分啊 就是說 許曉鑫想要選廢洪泰那一區的立委 原來是這樣 因為廢洪泰做了很久嘛 他很族親 包括說他現在他的族安還很高 所以他不想退 那不想退的情況 國民黨其實國民黨的黨性有個問題 是他並沒有去鼓勵後進往上走 他反而是什麼 裡面有資源的講話就大聲 有錢的講話大聲 資深的講話大聲 還有一個什麼 族群講話大聲 某族群講話大聲 好OK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許曉鑫他必須 他想要爭取那個立委 他就只能跟 廢洪泰硬幹 那不可能 他怎麼可能幹得過 對啊 沒錯啊 上一次的那個選舉 你看那個民進黨 那個贖華 對不對 都差一點點 不好選啊 老實說不好選啊 這個大頭女他到底是哪來的自信啊 他就覺得 我這樣講啊 從藍營的角度來看 確實許曉鑫在這幾年 在尤其是跟我們對打 跟基金或跟民進黨對打的這個過程當中 算是戰功標柄啦 因為我們越痛恨他 就表示藍營的民眾越喜歡他 所以他可能有他的認為說 他其實應該要到那個位置上 那廢洪泰不退 所以他們最近在吵什麼 他最近在吵那個民調 到底要怎麼比 對許曉鑫來講 我今天全民調對我最有利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黨員 可是對廢洪泰來講 他可能有黨員 他有長期在支持 在自己在養的啊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人頭黨員 可是其實 也有可能有啦 我不能講這麼武斷 所以廢洪泰就覺得說 我黨員的比例要佔多一點 那許曉鑫就覺得說 你黨員比例佔多 我就輸定了 所以他們最後協調就是說 黨員三成嘛 然後外面民調七成 但是我今天有聽到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說他那個外面民調七成裡面 也不是全部都看外面民調 那個七成裡面其實還是有分什麼 85%撐15% 那個85%是去問說 這幾個人誰會贏 許淑華 然後那個15%是去問說 如果廢洪泰跟 許曉鑫你要選誰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決定還是在那個三成的黨員 那在這個情況下 許曉鑫當然覺得說 這個對他一點都不公平 因為他很穩輸的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 全民調這種東西 某個程度上 以前在比全民調是在比說 誰最有勝算 所以全民調贏的人 當然就由黨來提名去慎選 可是他如果有黨員來投票 當然一定程度上是尊重黨內同志的聲音 可是另外一部分就是會有剛剛的問題 老的跟董環比較好 老的有在娶董環 年輕人也沒有嘛 你英文沒有機會啊 所以這個其實會牽涉到一個東西就是 黨性啊 我覺得現在台灣 尤其是國民黨面臨到一個問題 是他們內部的新陳代謝很差 所以你很常看到一些那種老將 哇這老季福利自在千里 都一把年紀了你還是不想退 那大家都不退 然後黨內制度也不鼓勵 退的情況之下 當然民眾就會看到什麼 我們市民就會得到一個老太隆中 他提出的建議根本跟不上時代的一個國民黨 二次世界大戰的 對啊 對不對 二次有啊有啊 因為基進 像基進就很明確就是 我們議員每個人的年限就是兩屆 然後就是要求說就是兩屆之內 你必須要做好準備 你這個位置要讓別人來選 目前是這樣子來鼓勵 其實就是鼓勵我們裡面的年輕人可以往上走 啊我其實都跟我助理這次選上之後 我從原本一個助理 爭到六個 那我都是跟他們講說 這裡不是公家機關 你老闆有可能四年後不會連任 那我希望你們來這邊 不管是從文書文案宣傳到辦活動到組織 你要去喝酒應酬 甚至是地方服務跟裡面辦話什麼都OK 你想辦法 在接下來未來成為一個獨當一面的幕僚 你可以去外面的機構 就是所謂的這種公關公司 你甚至是別的候選人要來找你幫忙 你都可以成為一個在裡面話聚也給黨的幕僚 我要的是這個 甚至是你有一天 好你能言善道 你可以出來面對民眾 你要出來選 我覺得這個都是 我拿公家的薪水給你們用 就這樣就值得了 可是我不要你來這邊就是來當公務員 然後四年後你甚至去找別的工作 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基金在沒有資源的情況之下 我們好不容易在政府的體制上開了一個洞 讓這些有想法 但沒有資源的年輕人可以進去 那我想要做的就是把這個洞 好像那個卵子啊 鑽了一個洞 大家都一直往裡面鑽 可是問題是那個洞 誰要變成一個人 因為體制是一直不斷的在鞏固的嘛 所以我想要做的是透過我們這一席 跟中林台南這一席 把那個洞拉開 我要更多年輕人可以進到裡面去 各位觀眾朋友 我確實是真的很想看看激進黨 他們這群年輕人 他到底他可以撐多久 為了這個理想這兩個字 他們到底能夠往前 邁開多大的一個步伐 那很簡單嘛 反正2024也快到了 對不對 那時候又是一個人民 對你們的一個檢驗 是的沒有錯 因為老實說嘛 那個至少那個韓國瑜講了一句 一句真理嘛 對不對 票多的贏票少的 對啊就贏票少的 對不對 贏了就站著嘛 輸了就跪下 就哈下 就是這樣子 民主時代就是這樣 就是看選票 所以2024確實也還 老實講現在我覺得 也不是什麼激進黨 很開心 哇從零對不對 選上了兩席四億元 沒有沒有沒有 選上第一天就是作戰的開始 因為下一次選舉不到一年 嗯 最近還有一個很火熱的話題 當然除了我們總統 去訪美 經過美國嘛 然後去訪問我們的那個友邦 對不對 還有一個就是那個馬英九 你說這個這個 這個馬英九 那個嗎 是啊那個 去訪問中國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幾個角度去做分析 各位這個隨時馬上去問他的 這個金字大考驗 我覺得他在讓台灣 變成一個充滿爛牌的一個玩家 為什麼呢 現在是美中在打牌 對喔 中國出牌 美國也會出牌 他們會輪流出牌 不管是彼此對方的這個經濟上的制裁 抖音的封鎖 然後官員的封鎖等等的 或者是斷台灣的邦交 其實也是在打臉美國 因為是美國的後門 後院 在這個情況之下 好今天 日本的這個岸田 他去到烏克蘭 代表什麼 代表他要跟這個民主陣營站在一起 沒錯 結果習近平去哪裡 習近平去俄羅斯 所以這個是美中兩邊同時發牌 好同樣的今天蔡英文去美國 這個就是什麼 美國又出牌了嗎 可是這個時候馬英九 跑到中國去 意思是什麼意思 中國也出牌了 所以他其實就是一個來回不斷的較勁 那我就問了你是台灣的前元首 你有一定的民意基礎 你怎麼可以在這個時候 去讓中國秤心如意去得逞 這是第一個 因為你會傳達出一個錯誤的國際訊號 這些國際友邦要挺你的時候 奇怪你們總統在美國 你們前元首跑去中國 那我今天要出 如果真的台海有危機 我要出兵幫你 甚至是我要在一些 通過一些挺台法案 奇怪 台灣人到底是想要怎麼樣 他看不出來 中國要的其實就是讓國際看不出來 台灣到底想怎樣 因為他也知道他沒有辦法讓台灣 一下子變成全部都統派 可他要的就是你這樣 在國際上舉起不定的 這樣子一個反反覆覆的過程當中 那第二個部分是什麼 他在國際的外交斷交 他是用所謂的外交施壓去斷交 他其實是在國際上去相對的 去消滅中華民國的這個存在 因為過去 我們中華民國在國外的邦交 其實就是來自於國民黨政府時期 跟這些所謂的比較小的國家進行的邦交 那他們承認的其實不是台灣 國際上並沒有任何一個官方文件 叫台灣可以被承認 他們承認的是中華民國 那中國對於中華民國的這個外交的施壓 其實就是讓中華民國這個國體在國際上消失 那另外一個部分 他的兩手政策是什麼 第一個部分就是從基層開始 從里長 桃園議長邱義盛去中國 高雄好幾團里長 而且連民進黨的里長都去 去中國交流 然後各個階層 藝人 到立委 立委也有 陳鈺正那些都有 然後包含這個前總統去 好 中華民國在國際上消失的時候 他可不可以對外宣稱說 我們已經跟台灣的這邊 從基層到前淵手 我們都談好了 我們祖國隨時歡迎台灣回歸祖國的懷抱 他其實在佈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局 讓台灣回去嘛 所以這種國際霸凌 你要怎麼讓他去終止很簡單 我今天推你一下 你沒有反抗 我覺得無所謂 我下次就踹了一下 好像無所謂 我下次是不是就揍了一下 所以你的反抗 我會不會繼續加大我的霸凌力道 來自於你有沒有反抗 那所以台灣必須在這個時候 展現出我們的態度啊 所以我就講很簡單 第一個 如果中共要對你國際霸凌 你今天 他今天國際霸凌 你明天就把中華郵政改成台灣郵政 他今天國際霸凌 你明天就列出一連串 台灣前十大跟中共交流的這種協會的名單 他今天霸凌你就把這些過去什麼白狼等等中國交流的案子抓出來再辦一次啊 等於就是你去提高中國要霸凌你會產生的新聞成本 那對他來講 他下次要對你動作的時候他就會思考 我這樣對你動作 對我真的有好處嗎 所以台灣是可以有很多的動作 可是我就是不懂為什麼政府在這個方面其實一直都是沒有的 那另外一部分是什麼 另外一部分是現在立法院我們是綠營過半喔 你要想一件事情 綠營過半的情況之下 退休元首禮域不動 禮長限制去中國不動 議員這些退降限制去中國也都沒有要動 那請問明年選完之後民進黨還要過半嗎 我覺得很難說啊 整個大環境是不利的 那你現在這個時候不動 你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要動 那你現在這些東西不動的時候 每次我都覺得很尷尬 是我們看到退降去中國 我們在罵 綠營的這些民代也在罵 然後我就想說 罵歸罵修法在哪裡 就是方法在哪 我是一個工科出來的人 我待過的是傳產跟工廠 所以我要的是我很注重解決方法 我不太在意政治語言這種事情 因為政治語言誰都會講 換一個臉孔他也可以講的 尤其是女生 就是漂亮的 他可能講的很好 換個長的帥的也可以講的很好 可是我要的是方法 方法在哪 方法就是在修法 可以改革啊為什麼不做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很 我們就會覺得很無奈 像我們今天開一個記者會 講國防手冊 全民國防手冊 為什麼要做這個 因為政府要推全民國防 我們希望人手有一本 這個國防手冊 告訴你如果真的開戰了 你要準備什麼事情 你家附近哪裡有避難所 哪個電話會不通 哪個線路不通 你可以怎麼樣來做應變 人人一本 這本手冊在去年的這個時候 國防部推出 然後被各界罵爆 因為內容完全不符合需求 而且這個就是內容 跟國外的比起來 我們是非常陽春的 就很像那種公家機關的宣導本一樣 那國防部當時就說要改 今年一年 完全沒改 然後裡面的電話已經不會通了 打了還是空號 然後裡面的QR Code 少了是沒有畫面的QR Code 這個就是我們國防部 面對台灣的台海威脅的態度 就是長這樣 你改沒了他可能也屁屁啊 就是這樣放了一年 那你要怎麼辦 這確實是 像我 我說句實在話 我去年看到這個國防部推出的這個手冊 我也真的是覺得 實在是太陽春太精簡了 尤其是剛好那個前段時間 那個我們也看到一個很有名的YouTuber 介紹了日本 他們那個暫時的這個手冊 他們叫東京防災 對 當然他沒有把這整本介紹 但是他就把他裡面的意義啊什麼的 然後利用他的那個 幾十分鐘的時間跟網友 大家去講 我就覺得內容非常的受用 例如說你如果說那個建築物倒塌 那你被壓到或是怎樣 你被受困在裡面 對對對 有灰塵你千萬不要去擋 欸我這不知道耶 為什麼一擋你可能會吸進去 吸進去 對 水泥石灰的那個粉末吸到生裡 他講的說得很油漏的啦 我再跟你舉一個例子 我這次 陪陳其邁市長去東京那個東京市 有我有看到耶 那你推銷水果 欸我跟你打招呼你都沒跟我理耶 真的假的什麼時候 我在家裡要跟你打招呼 我想說 不要 講講你這一次去的一個感想好不好 因為齁 我就是前段時間啊 那個周春迷齁 那個春迷姐 邀請我去拍攝一些屏東的一些 很有意思 我的故鄉 對我第一次齁去那個 例如說餵魚 魚溫餵魚 然後我也是第一次才知道說 原來很困 大概他的產值多少 可以養什麼魚的話 可以多少多少 那有一點 現在當然就忘記了 然後我也去鳳梨田 這點叫我去給鳳梨戴帽子 那我熱死了 真的是 連農夫都在家裡吃飯了 高速 對那裡真的是 但是很有趣 但是真的是給我一個 雖然我也很老實說 我們也是走馬看花 做做樣子而已 但是光這樣做做樣子 真的就可以感覺到 這些就是龍魚畜牧 這些朋友 真的辛苦 對 也是一門學問 這些東西 都好吃 很棒 所以那次給我一個很大的印象 然後呢 我也感覺到就是說 像我們比較南部啊 像你們屏東啊 高雄台南 這很多縣市首長 真的是為了 地方的這些龍魚畜牧 這些商品 真的非常的盡力 剛好過沒幾天就看到 你跟秦邁市長 在日本 是啊 然後好像那個周春明 農業大縣都有去 從周春明到陳其邁 到張立善到翁張良 到徐真偉 連徐真偉都有來 對都有 農業大縣的都有 當天都有到現場去推銷 這個各地的農魚產 就像大哥你剛剛講的 就是說農民在第一線 他們在做這些作物 非常的辛苦 不管他是一般的這種 民生的這種作物 還是說他是經濟型的作物 其實他都是花費非常多的時間 跟他的體力來做這件事 那我覺得政治人物能做的就是什麼 幫他們把銷路弄好 嗯 其實剛好在去日本的前兩週 我又開了一個記者會 在高雄 就是在講說 我們就是之前 不是有被中國什麼鳳梨封殺嗎 然後那個時候 安倍還幫我們拿那個 幫我們推銷嗎 對不對好 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高雄 高雄的鳳梨瞬間轉單 90%以上全部轉到日本去 好那我們因為遇到當時的這個 中國風沙的關係轉過去 可是我們發現 我們高雄還有一個東西 外銷中國的趴數 還有到八成以上 真的假的啊 密找 哦對 但是他是去年的統計 結果我就提 我就看到記者會提醒市府 就是說我們應該要超前部署 那要幫農民找到出路 我們應該要趕快去把這些 有可能在今年 因為鳳梨事件滿週年了 有可能中國會給你再搞一次 我們應該要去轉移這些訂單 結果記者會開完兩個禮拜 剛好真的是被我夢到 我不敢收割 真的是被我夢到 高雄市政府就 剛好要把蜜澡賣去日本 這是第一次大規模進軍日本 所以市長親自去 其實就是要跟日本人講說 我們吃蜜澡 其實我們也會偶遺寄 然後我們蜜澡的吃法這樣子 高雄這個蜜澡 這幾年 我也愛上了這個蜜澡 真的以前那個 那個澡子 我真的不是很喜歡吃 皮又厚 我其實也不愛吃澡 真的然後果肉 果肉也不多 紫特別大 然後牙齦會流血 對 但是這幾年 改良 皮又薄 又脆又多汁 不知道 真的以為是小蘋果 他就是在提高他的附加價值 真的 那你提高附加價值之後 他的售價也可以往上 其實對農民朋友都是好的 是啊 其實中國真的是很可惡 因為我們之前 在馬英九政府時代 我們的什麼農產品 農漁序幕 這些什麼 完完全全都是依靠中國 所以他今天你看看 他要影響你的政治 對不對 這樣就給你怎麼樣 這個就給你怎麼樣 奇怪 我們的這些東西 消全世界都沒問題 媽的就是消你中國有問題 對啊 所以我還覺得這些政治人物很該死 就是說 你明知道中國是一個高風險的市場 可是你一個一個的以身作者 帶農民過去那邊 最近不是也有人去那個 就是那個世家 為了世家 對對對也是有啊 跑過去那邊 跟那個您報告一下 什麼跟長官報告一下 都很糟糕 因為你要知道農民 不像我們這些政治人物 有辦法每天關心這些新聞 對他來說 對有通路他就要去對 那所以政治人物 縣長掛保證說 我們去中國外銷 絕對沒有問題 他就人去順利 全部都過了 過了之後就算什麼 算他也不算館長 是啊 所以我覺得這些什麼 藍巴線去中國 我覺得那個都很要求 因為你都是告訴農民 我們現在短視 往中國市場走 可是他沒有告訴農民的事 長期來講 這個是一個高風險市場 真的 這很危險 因為你看看我們很多台灣的人 大家在人眼旁觀這些事情 例如說我剛剛講出來的這個世家 但我不是特別去針對 只是說剛好前段時間 就有這個新聞 那你世家好 你一些藍營的這些人 帶著你們就去中國 明年或是今年 如果中國又對這個東西 又給你設限的時候 你在那邊哭的時候 台灣人會來救你嗎 對啊沒有錯 是不是 大家會來幫捧個場 幫你內銷嗎 石斑不就是這樣嗎 就是這樣過去的 那些技術 就是這樣過去的 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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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今天說實在話 好不當當一下子 時間也擴得特別快 那今天當然也聊得蠻多的 其實我也是 實在講也是蠻欣慰 看到你上次來 這樣子 然後就是 曬得黑心罵霧的 連殺兩條口罩痕 是啊 然後現在你看看 這個也有非常多的一個空間 真的可以讓你去 盡情的去揮傻 去一些什麼 欸搞不好那個 以後我拿出跟你的合照 你看看跟我兒子講 你看看你當初 爸爸也有跟這個大人物合照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對不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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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榮幸啊 能夠來大哥的節目 別這麼說 所以也是希望就是說 台灣能夠 在我們這個本土的政黨呢 能夠更有生命力 能夠更加的茁壯 能夠去更多的人 來監督我們現在的這個執政黨 就是民進黨 我們一定要把它做得不好 像你剛剛提出來的很多問題 老實說我是心裡 真的信也七七嫣啊 對啊對啊 真的你看那個國防手冊啊 阿薩布魯 這很多東西 該該處理 奇怪啊 到底是怎麼都在睡 你是不是都在睡 對不對 都沒在處理 要放在那裡 所以啊台灣雖然是好 但是台灣我們還是希望 真的能夠更好 嗯 也是希望說 能夠有更多人來監督 不管是我們地方的議會議 或者是我們全國的一些話題 有大家一起來 讓我們這整個社會 讓我們整個國家更好 今天再一次謝謝張柏洋 專程特地的從高雄 這個車錢可以爆吧 沒有啦我今天有來開記者會 我有把行程塞滿 我每次來都會一次把台北都塞滿 那就好 我要很划算的一趟 那我們今天也非常謝謝柏洋 也希望說高雄的朋友 好好監督他 好不好做得不好 我們就要趕快提醒他 還好不是要罷免他 不會啦 我們今天再謝謝張柏洋 張藝元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不再追尋你的背影 每次都想不看你的名字 告訴你心中的話 面對面看著你的眼睛 不再追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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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